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太太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 就毅然寻求基督教信仰 当张太太提议一家人回教会的时候 张德才竟然没有反对 我相信是说我没有这个病 可以绝对没有去教会 但是当时我们入教会 都不敢打正门入 我们打后门入 因为在社会里面 我可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都是有头有眠 不能让行家或朋友看到 那个不是做地主公牌做神的人 为什么会在教会出入 耶稣说 我伤者是要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当时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到底耶稣你是什么水 为什么你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有平安 耶稣在另一段经文里面说一句话 若有人赚得全世界陪葬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存 你还可以拿什么来换取生命 这段经文里面 我觉得很不甘然 为什么会陪葬自己的生命 原来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仍然有一个生命 只要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得罚那个生命 从那里开始 我完全明白了 我们将整个行业转变了 来做在神里面留下的 平安的华语 一种的装饰 或者一种的精品 我觉得做这方面的事情很有意义 并且我都可以带给耶稣 有很大的平安 我们华人生命期间的时候 就是二月份 那时候我三藏忽然发作 真的很痛 要去看医生 三藏里面有三条血管塞了 因为病情严重 医生立即将张国面 转介到奔城的中央医院 接受开胸手术 可惜手术排期需要两个月 就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 张国面接触到几位 到医院探访的基督徒 有四位姊妹 今晚她来到 问我的情愿 什么情愿 我告诉她 然后又为我祈祷 轻松 很开心 把我以前的疲惊死 害怕的 冲 都忘记了 总之想到开心 奇妙的事 跟着接二连三发生 首先 医生将开刀的日期 由两个月 缩短为两个星期 而到了开刀那一天 医生和我检查 发现到 一道血管通了 通了那道血管 最重要的是 那道血管 耶稣救了我 张国面在未信耶稣之前 他的工作 亦令他和家人 产生隔膜 我三个牧山师傅 教我做的事 就是帮你驱斜 帮你安神 顺人不顺女 又说你来找师父 这些都是看我的面子 我发生也很少理我们 我发生就比较硬 比较暴躁 他和我妈的关系 就不是那么好 我记得是 他拿凳子来抵抵我妈 我太太也知道 我身为有女人 也说她不敢出声 我知道她很伤心 自杀 也幸好我家人知道 也救了她 自从她在病床上 遇见耶稣之后 一家人的生活 变得简薄 今天张国面 是一位泥头车司机 收入虽然少了 但是对家人的爱 就付出更多 我把我送到耶稣之后 对我和我妈的 他们 我家里有些都会有改变 他对我妈的 我一旦关心了他 一些 还有 可以说是 比较爱他 一样 相信了耶稣的烟淫烧 又很少骂我 知道我认识耶稣这位真神之后 我就知道什么叫爱 到我一知道 这些叫爱 是由耶稣基督这位真神来的 我知道怎么要爱我家人 好 好 好